明年5月,我国公务员的工作电脑将不能再登陆互联网 这是为了防止网络袭击,创造安全的工作环境 虽然工作电脑不能上网,但是公务员还是能够通过特定的电脑或者是个人电子配备 衔接到互联网 资讯通信发展管理局目前已经断开了部分公务员工作岗位的互联网衔接 接下来一年,其他职员也将这么做 一些政府部门则是考虑另外分发电脑给需要使用互联网的工作人员 网络安全专家表示,虽然互联网袭击都是来自于互联网 但是就算不衔接到互联网,电脑使用者的个人资料还是有被盗取的可能 不是所有公务员都将受到新措施的影响 教育部表示,所有学校都将继续从校内的电脑衔接到互联网 以方便教学和资料搜索